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暗示调查可能会扩大 更多官员可能会被处理 这些事件不仅引发了对军队腐败的担忧 还可能对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报道与分析特别节目 揭开中国前国防部长贪腐案的面纱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报道与分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一则引人注目的报道 来自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的详尽调查和报道 中国指控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涉嫌巨额贿赂及其他腐败行为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评论 近日 中国领导层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的两份声明 将两位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的腐败行为公之于众 声明中详细列举了他们在任职期间收受巨额贿赂 滥用职权 行贿他人 以及试图阻挠调查等一系列罪行 据称 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中国军队的晋升体系和国家武器生产体系 这一消息无意震动了整个中国 甚至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李尚福和魏凤和都是中央军委成员 李尚福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 曾在军事装备领域展露头角 而魏凤和则是火箭军的第一任司令 掌管着中国大部分核武器和常规导弹 两人不仅在军界地位显赫 还深受习近平的信任 然而 正是这两位高层官员 现在却被指控背叛了党的信仰和习近平的信任 背离了党的初衷和原则 声明中指出 李尚福的腐败行为 严重污染了军事装备领域 和相关企业 他被发现滥用职权收受贿赂 还行贿他人并试图阻挠对他的调查 魏凤和则被指控收受贵重物品和金钱 同样试图阻挠调查 两人都已被剥夺军衔并开除初党 他们的案件已经移交军事检察官 这几乎意味着他们将被审判 并可能面临重刑 甚至死刑 如果罪行被认定为特别严重 这一系列指控和调查的背后 是中国领导层自去年以来的一系列动作 当时 关于解放军火箭军高级官员 被突然替换或消失的传闻渗消沉上 去年10月 李尚福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 在此之前 他已消失公众视野数月 这些事件加剧了外界对中方高层反腐行动的关注 而现在 中国领导层才揭示了调查涉及的指控范围 据中国军事问题专家 增在台湾国防部任职的杨念祖透露 这些声明表明问题非常严重 李尚福和魏凤和对调查人员的抵抗 以及他们对党的信仰丧失 将特别让习近平不安 因为这些细节可能表明解放军高层的不满 或不服从情绪更广泛 这一情况让人们更加关注习近平 未来如何处理军队中的腐败问题 习近平在与延安的指挥官会晤时重申了 根除中国军队中不当行为的决心 这次会议在延安举行 延安是毛泽东在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 集结力量的地方 被官方视为神圣地 习近平以毛泽东军队的精神作为激励和警告 强调全军高级干部必须牢记建党初心 率先弘扬延安精神 确保人民军队始终保持本色和使命 始终敢于战斗和取胜 这一系列动作显示出军队对习近平的政治权利 和他复兴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愿景至关重要 在国内 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统治的支柱 宣誓绝对忠于习近平 在国外 军队是习近平在亚太地区投射影响力 和削弱美国主导地位的关键 军队也是中国吸收台湾的努力关键 台湾是距离中国大陆约100英里的民主岛屿 北京声称它是中国领土 然而 两位前国防部长的垮台也表明 习近平选择和提拔核式指挥官的能力 在解放军内部可能受到质疑 李尚福是工程师 在火箭 武器开发和中国载人航天计划中展露头角 曾是战略支援部队的第一副司令 魏凤和则是火箭军的第一任司令 负责管理中国大部分核武器和数千枚常规导弹 这两人都是由习近平提拔的 那么他怎么能说他在合适的位置上选择了合适的人呢 尽管如此 杨念祖表示 他预计中国建造更多军舰 飞机和导弹的计划不会受到重大干扰 习近平的目标是建立最有效的军队 这一点不会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 不难看出 这次对前国防部长的指控不仅仅是一次反腐行动的延续 更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前奏 习近平在军队中的地位和权威无疑受到了挑战 但他显然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威胁到他权力基础的人或是 首先 从内部角度来看 这次反腐行动揭示了中国军队内部的严重问题 腐败不仅仅是个别现象 而是深入到了军队的各个层面 特别是在关键领域如军事装备和武器生产体系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将极大的影响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现代化进程 其次 从外部角度来看 这次反腐行动也传递出了中国领导层对军队绝对忠诚和效忠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一直强调军队必须绝对忠诚于党和国家 任何不忠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 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他在军队中的权威 也是为了确保军队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能够有效执行他的战略意图 再者 从国际角度来看 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也向外界展示了中国治理腐败的决心 虽然腐败问题在中国并不新鲜 但如此高层次的反腐行动 无以表明中国领导层希望通过治理腐败来提升国家形象 增强国际社会的信任度 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反腐行动也可能会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 虽然杨念祖认为 中国建造更多军舰 飞机和导弹的计划不会受到重大干扰 但军队内部的动荡和权力斗争 可能会暂时减缓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步伐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任何内部不稳定都可能对中国的外部战略部署产生连锁反应 综上所述 这次对前国防部长的指控和调查不仅是一次反腐行动 更是一场旨在巩固习近平在军队中权威 确保军队绝对忠诚的政治行动 这一事件的背后反映出中国军队内部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 也展示了中国领导层在治理腐败 提升国家形象方面的决心和努力 好的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报道与分析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 为您带来更多深入的报道和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报道与分析特别节目 揭开中国前国防部长贪腐案的面纱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报道与分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一则引人注目的报道 来自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的详尽调查和报道 中国指控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涉嫌巨额贿赂 及其他腐败行为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评论 近日 中国领导层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的两份声明 将两位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的腐败行为公之于众 声明中详细列举了 他们在任职期间收受巨额贿赂 滥用职权 行贿他人 以及试图阻挠调查等一系列罪行 据称 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中国军队的晋升体系和国家武器生产体系 这一消息无意震动了整个中国 甚至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李尚福和魏凤和都是中央军委成员 李尚福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 曾在军事装备领域展露头角 而魏凤和则是火箭军的第一任司令 掌管着中国大部分核武器和常规导弹 两人不仅在军界地位显赫还深受习近平的信任 然而 正是这两位高层官员 现在却被指控背叛了党的信仰和习近平的信任 背离了党的初衷和原则 声明中指出 李尚福的腐败行为严重污染了军事装备领域和相关企业 他被发现滥用职权收受贿赂 还行贿他人并试图阻挠对他的调查 魏凤和则被指控收受贵重物品和金钱 同样试图阻挠调查 两人都已被剥夺军衔并开除出党 他们的案件已经移交军事检察官 这几乎意味着他们将被审判 并可能面临重刑甚至死刑 如果罪行被认定为特别严重 这一系列指控和调查的背后 是中国领导层自去年以来的一系列动作 当时关于解放军火箭军高级官员 被突然替换或消失的传闻渗消沉上 去年10月李尚福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 在此之前他已消失公众视野数月 这些事件加剧了外界对中方高层反腐行动的关注 而现在中国领导层才揭示了调查涉及的指控范围 据中国军事问题专家 曾在台湾国防部任职的杨念祖透露 这些声明表明问题非常严重 李尚福和魏凤和对调查人员的抵抗 以及他们对党的信仰丧失 将特别让习近平不安 因为这些细节可能表明解放军高层的不满 或不服从情绪更广泛 这一情况让人们更加关注习近平 未来如何处理军队中的腐败问题 习近平在与延安的指挥官会晤时重申了 根除中国军队中不当行为的决心 这次会议在延安举行 延安是毛泽东在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集结力量的地方 被官方视为神圣地 习近平以毛泽东军队的精神作为激励和警告 强调全军高级干部必须牢记建党初心 率先弘扬延安精神 确保人民军队始终保持本色和使命 始终敢于战斗和取胜 这一系列动作显示出军队对习近平的政治权利 和他复兴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愿景至关重要 在国内 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统治的支柱 宣誓绝对忠于习近平 在国外 军队是习近平在亚太地区投射影响力 和削弱美国主导地位的关键 军队也是中国吸收台湾的努力关键 台湾是距离中国大陆约100英里的民主岛屿 北京声称他是中国领土 然而两位前国防部长的垮台也表明 习近平选择和提拔核式指挥官的能力 在解放军内部可能受到质疑 李尚福是工程师 在火箭武器开发和中国载人航天计划中 展露头角 曾是战略支援部队的第一副司令 魏凤和则是火箭军的第一任司令 负责管理中国大部分核武器和数千枚常规导弹 这两人都是由习近平提拔的 那么他怎么能说他在合适的位置上选择了合适的人呢 尽管如此 杨念祖表示 他预计中国建造更多军舰 飞机和导弹的计划不会受到重大干扰 习近平的目标是建立最有效的军队 这一点不会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 不难看出 这次对前国防部长的指控不仅仅是一次反腐行动的延续 更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前奏 习近平在军队中的地位和权威无疑受到了挑战 但他显然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威胁到他权力基础的人或是 首先 从内部角度来看 这次反腐行动揭示了中国军队内部的严重问题 腐败不仅仅是个别现象 而是深入到了军队的各个层面 特别是在关键领域如军事装备和武器生产体系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将极大的影响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现代化进程 其次 从外部角度来看 这次反腐行动也传递出了中国领导层对军队绝对忠诚和效忠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一直强调军队必须绝对忠诚于党和国家 任何不忠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 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他在军队中的权威 也是为了确保军队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能够有效执行他的战略意图 再者 从国际角度来看 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也向外界展示了中国治理腐败的决心 虽然腐败问题在中国并不新鲜 但如此高层次的反腐行动 无以表明中国领导层希望通过治理腐败来提升国家形象 增强国际社会的信任度 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反腐行动也可能会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 虽然杨念祖认为 中国建造更多军舰 飞机和导弹的计划不会受到重大干扰 但军队内部的动荡和权力斗争 可能会暂时减缓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步伐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任何内部不稳定都可能对中国的外部战略部署产生连锁反应 综上所述 这次对前国防部长的指控和调查不仅是一次反腐行动 更是一场旨在巩固习近平在军队中权威 确保军队绝对忠诚的政治行动 这一事件的背后 反映出中国军队内部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 也展示了中国领导层在治理腐败 提升国家形象方面的决心和努力 好的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报道与分析特别节目到这里 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 为您带来更多深入的报道和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